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由张老莴 和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二天在 notes 那咱们看到的这些水井呢 都处在江西省金西县 作为重要的农钢和生活水人 水井啊 一直是当地人的重点保护对象 那说起人们保护水井的方法 说出来可能很多人都不信 居然和五狮子有关 位于江西福州市的金西县 山环水绕 有着极为深厚的农钢文化底蕴 数量惊人的干派建筑古村落群 使得金西被誉为 一座没有围墙的古村落博物馆 其中古井作为村落中重要的空间节点 作为农耕社会生产生活的必需品 为学者们研究金西古村落的布局与发展 提供着不可或缺的佐证 跟随正在金西一带进行调研的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邱小平 地理中国考察族来到阳田村 探寻这里水景形致与村落文化的关联 当地人告诉我们围绕水景 当地诞生了祭拜景神 大年初一让水景休息 等许多独特的民俗 其中最热闹的当属首摇师 这是在全国都非常罕见的灯彩表演 首摇师 不同于一般舞式表演 需要两人配合的演出形式 首摇师的表演者单人持湿头 步伐刚柔相继 动作活泼俏皮 摇摆的湿头 仿佛被赋予了 我灵活现的神情 表演结束后 考察组成员近距离观察了 手摇师的道具 所以石头的比较重 而且石头的活动量也大 所以必须把左手的接着练出来 刚才就觉得一下子手腕在那儿 这个左手书的大 去我这边 右手书的大 去我这边的手 对对对 但是我公的母的 这个还是要 还是分那个舞师和公师 对 绿色的是 那咱们那个 那黄师为了公师 因为公师都要霸气 像是黄祖家族 都是像黄帝一样穿的黄马褂 我们都是公的 它比较霸气 您玩这个手摇师多少年了 我大概 二十就是玩的 一般人家没什么道计 就是拿这个自己 反正家家夫妇都有那个板子 练一下强行建武的基础 这个手摇师跟别的师不一样 前来一个把手 后面一个把手 头是一个把手 尾巴是一个把手 是吧 摇 手摇师传承人告诉我们 这种师舞 不仅是一门表演艺术 还包含了许多传统武术的动作 在全国各地 含有武术动作的武师民俗表演 一般都是为了防身和自卫 当地老乡说 相传 古时村民常因蒸水而发生泄斗 于是人人练拳习武 家家特制一种木板凳 上面刻着一个狮子图像 英勇凶猛 逐渐形成手摇师 手摇师的表演在村祠堂前进行 老乡说选择在祠堂表演 是为了表达希望风调雨顺的心愿 考察组成员看到 在老乡表演手摇师的地点附近 面积巨大的水田环绕在村落四周 这些水田中的水位 会在不同季节发生变化 那像现在咱们看这个地方 这个地下水几乎就在跟地表 这么一同一个高度 这样的地方也会缺水吗 那个时候 也会缺水 在农耕季节 那么农田需要大量的水 都是通过地表的灌溉系统 比如说这个水渠水沟 那么所有的农田都在同一个时间内 需要用水 大家都需要用水的时候 就相对就缺水了 等于是地处高一点的地方的人 那个水渠里就把那个水 完全引走了 对 那个地处位置低一点的 可能水就紧张一些 对就是上游 沟渠的上游进水楼台 他就先把水引过去了 那么下游往往就缺水了 这时候就必须要有争斗 有增强水资源的这个场景 就会出现 历史上的金西一带 大多家庭种植水田 春耕时节用水量激增 就出现了增强水源之势 老乡说 据老人们讲 为了缓和相邻之间的矛盾 便采用河潭制定相约等方式 结局用水不均 原先用以争强水源的武术动作 则被改编成了武师表演 流传至今 演变成了眷恋土定 期望丰收的一种民俗 由于年代久远 我们并没有找到更多的 关于解决用水问题的文字证据 手摇尸的演变 却从侧面说明了 水源在农耕社会的重要地位 带有武术动作的 手摇尸表演的背后 其实隐藏着农耕社会 水对生产生活的重要 在今夕呢 至今还保留着一种风俗 那就是在井中放养几条鱼 这井中养鱼啊 是古人为了防范 有人在井中投毒污染水源 鱼儿呢 在井中游来荡去 是水质清澈的证明 无论是手摇尸 还是井中养鱼的风俗 都让我们意识到 在古时候的今夕呢 耕地和水源是 非常宝贵的生产资源 否则呢 人们不可能为了保住水源 如此大费周长 而水井呢 作为获取水源的重要生活设施 其意义可想而知 在今夕啊 我们看到 古人建水井的时候呢 为了规避邻里之间 同时取水相争的状况 那设计出了很多巧妙的细节 游殿村 位于金西县城西北方向 是金西县保存较为完好的 明代古村落 林次至笔的古剑中 一口拥有两个景眼的古景 引起了考察队员们的关注 你看这两口井 为什么要挨得这么近 做两口井啊 你看这个两口井的这个水位 是完全一样高 就它这两口井是相通的 那根据这个井台 实际上 它这个整个下面都是同一口井 那只是做了两个井圈 做两个井圈 对 为什么要做两个井圈呢 这个 用水高峰的时候 一口井就是太拥挤了 然后呢 排队的人多 变成两口井的话 可以稍微疏散一下 对 疏散一下 一口井的 提高效率 提高效率 对 是 我们来验证一下 曲老师说的这个底下通的 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啊 来 你拿来这个 我们拿一根棍 咱们同时往下 看看在你们那边 能不能拍到我这根棍 对 通过验证 双眼睛在地面以下 的确相互连通 专家解释说 古人在井口建造了两个井圈 为的是缓解全村用水的压力 其所在的位置 也是村里人居较为密集的区域 这说明 在地表净流充足的情况下 村民们依然偏爱使用 更为清洁的井水 通过仔细观察 双眼井中的水量 专家邱小平发现 这里的地下水水位很高 地下水资源非常充足 这个井圈上没有那种什么 磨痕 没有那种拉痕 对 所以为什么 因为它这个水位比较高 水桶放下直接用手可以滴溜上来 所以不需要用绳索或者用扁担什么 用铁环铁钩的这种工具 直接用手就可以滴溜上来 所以井圈保持得很原始状态 胡氏磁井 对 就说明这是一个胡氏一个家 一个大的家族 他们家出钱 对 打的这个井 可能他们来主用 邱小平解释说 在以农耕为主的传统村落中 淡水资源极为宝贵 水井的悬址和修建 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 因此 人们对水井位置和形态的选择 都经过了深思熟虑 通过进一步观察 我们发现 游殿村清晰地呈现 一横五纵的格局 村落有一条横路贯穿 五条巷子分别与之相连 在横向的石板路两侧 一边是街巷和建筑 一边是连串的池塘 整个村落的布局 顺应自然地势 而又显示出质朴和严谨 如果将游殿村 比喻成一条长龙 那么 位于村落一端的双眼颈 则枯似长龙的眼睛 这里连接着村里人的 居住场所和公共区域 让人们可以在这里 有序的打水闲潭 水井所在的地点 从古至今 都是村落里重要的公共空间 水井的发展历史 也是村落文化的发展历史 从争强水源到相互礼让 有序取水 水井见证着谦让友善的儒家思想 逐渐在今夕落地深根 而一个水井的位置 对于村落的布局来说 可真是能用画龙点睛四个字来形容 水井的设计也体现了当地的文化传统 比如说 咱们开头看到的这个官茂型的古井 它的形状就寄托着当地人希望读书入室的思想观念 还有位于大浙村的皇家井 这个井圈参丝不齐 就像是牙齿一样 那这是因为这口井的水位相对比较低 人们为了把这个水桶拴得更结实 经常用这个铁链作为井绳 那久而久之 我们看就把这个井圈磨成了这个样子 而在另一个村子里 有一口井 直接修到了家中的堂屋里 一个水源并不稀缺的地方 为什么要把水井修到家里呢 位于县城东北方向的阳田村 历来为金西县望族邓氏家族的聚居地 在当地流传着阳田千烟的说法 描绘着阳田村在兴盛时 千家灯火炊烟鸟鸟鸟的景象 在这里 古井是当地人重要的生产生活设施 也是人文地理研究者关注的重点 到达阳田村 青砖灰瓦的房屋 古樸而宁静 街巷中并不难找到年代久远的水井踪迹 看这个井圈上的这个痕迹 这个井的年龄应该很大了 对 这口井大概是清潜的 这是当时踢水 那个井绳留下的痕迹 就说明很多人当时在这个地方 对对对 据说打水是有一定的技巧的 要不然这个桶是踢不上来的 对 那个水打不满 要说咱们两个人都试一试好不好 好 水打不满 完了 我如何要那个桶倒下 这个是有技巧的 要稍好距离 老师 像您这样打水 以前就会挨批评的 因为您已经讲到后面的人提水 有一种技巧是给它这么弄下去 对的 这个 这样就是满满的就上来了 对的 一点就透 我从邱老师这儿学到里面的 把这个桶倒过来 我真 这个成功了 可以了 成功了 把水桶倒过来扔进去 对 对 就可以拿起满满的一口水 向导进一步解释说 在当地有一个延续了数百年的规矩 那就是在井边不能洗衣服或者洗菜 这是因为这样做可以避免污水影响井水的安全 而且在人们排队打水的时候 不会影响提水的速度 通过观察我们发现 古村中这样常用的水井 通常位于当地人口密度最大的地点 因此 当地人在长年使用水井的过程中 形成了许多约定俗成的规矩 保护全村共享的淡水资源 与水井相关的生活细节 无不凝聚着当地人千百年来的生存智慧 在向导带领下 我们来到了内部修筑着古井的老屋 这是我们村里传说的屋中井 屋中井 对 就是在屋里边的井 那它取水道真是方便了 看一看这屋中井 它有两个功能 坐这房子的时候就发现 这里面的泉水量非常大 所以当时它就利用这个前缘 就做了一个屋中井 它有两个功能 第一 可能是有具释放制裁的意思 第二 它作为一个公共场所 它可以这两个井取得了一个消防的作用 公共场所人来人往 可能会有一些 安全隐患 安全隐患 这个天井也是屋中井 这个还是得天独后 因地制宜 一个鸣居的一个杰出的一个代表 水井修建之后 塘屋中的天井成为天然的蓄水池 人们在周边生活 既有取之不尽的水源 又保证了这座以木结构为主的古建筑 一旦有火灾或者意外事件的时候 能够立刻取水 用以消防 巧妙的构思 让这座修建在堂屋里的水井 连同整座专木结构建筑一道 成为阳田村古建筑设计的典范 像这样带有圆形井口的水井 是咱们平时最常见的水井形态 人们偏爱把这个水井修建成圆形 通常是因为同等周长的情况下 这个圆形井口的取水面积最大 而且这个圆形的井圈 在侧方向受力的时候 因为拱形的稳定性相对比较牢固 不容易破损 但是咱们刚才看见的屋中井 却采用了方形的建筑结构 那这样的设计主要是为了让水井 和整座建筑的格局和设计相吻合 而在相隔不远的路方向 也有这么一口方形的井 不仅方 而内外嵌套形成了一个回字 这口井为什么要设计成这个形状 它的悬质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 路方向 南宋哲学家路九渊的故乡 位于金西县城东北14千米左右的地方 这里古墓眼映水光山色 村落中 位于路氏祠堂后方的这口水井 相传是陆氏家族留下的遗存 至今 陆方乡的村民依然在这里取水饮用 快九百多年了 九百多年了 说是去咱们村还是算咱们 走到近前 我们发现 这口水井由巨石造成四方井圈 四根石柱直插井底 再镶嵌上石板构成井筒 此井内外有别形成一个回字 特殊的形态吸引了我们的注意 我看了一下这个井很有意思 很多的井都是内方外缘 代表一个材的意思 但这个井是外方内缘 它有什么讲究吗 它象征着 我们主义象征着 这个圆做人虽然要阳滑 但是要做人要方方正正 不能太过于离谱 还是要有自己的底线 对对对 做人要底线 规规矩矩 做人要规规矩矩 陆九渊的家族 自先祖搬迁到今天 今夕一代开始 就保持着儒家礼仪之教 数代同堂 亦不分家 受到陆氏家族的文化影响 陆方乡人 所被传承着为人方正 坚守原则的思想内涵 将水井也修缮成了具有象征意义的形状 并将其命名为异井 而当考察组成员们仔细观察 异井所处的位置 却发现 他与村里的其他古井相隔较远 陆氏家族为何选择这个地点 单独修筑一口水井呢 当地人说 这个问题可能需要追溯到这口井的修建过程 在向导带领下 我们在陆氏后人的家中 看到了珍藏的家谱 在其中 一幅村落的古地图格外形目 这个地图从北宋时期就有的 只是后面它几代重秋 一直用了这一幅地图而已 就一直圆系下来 从这里看就是以前的关岛 这是最大的大陆 以它这个村子的方向 是以西南向东北方向 东北就是阴潭 但它这里有一条小路 小路进来就是进 可以就是我们现在说进村里 可以有住店 那个吃饭 从这里进来 这是商道的 这是商道的 从这里走过来 也是跟这条一道一起接上的 这等于是关岛和商道 把这个村庄给包围了 对 把这个村庄给包围了 所以他们从这里经过 就可以经过疫景这旁边 在村落的古地图中 我们清晰地看见 距离疫景所在的位置 不远处就是商道 疫景无疑为往来的商客 提供了消可解暑的保障 然而 古人在驿站旁边修筑水井 通常是官府做出的公益行为 而陆方向的疫景 则是陆氏仙人 自发进行的举动 这个疫景它是针对于 这条疫道上过往的 路人提供的那个方便 其他的水井 就是供我们自己 本村的人引用 这里是供过路的人 这是以前在一个疫道旁边 包括以前这里 还有一个马槽 就是不光是人从这里经过 可以 而且马放在这里 也可以引用水 这里以前放有两个桶子 一个是打给马引水的 还有一个就是小竹筒 就是我们说的勺子一样 就是让路人进行那个摇水用的 在陆方向 疫景的旋址 脱离了农耕和生活用水的 基本需求 而转向乐善好施 为善相礼的精神需求 可以说 这口古景象征着陆氏家族 仁义礼让的大爱 也见证了当地人 从追求衣食温饱 到崇尚精神富足的 新路历程 在今夕 安静古朴的村落中 古景就像时光中沉默不语的老者 他们是农耕社会的人们 与自然万物紧密相连的纽带 也是儒家思想 在这里代代传承的文化象征 可见古景对于村落来说太重要了 在传统村落里 景的角色有很多种 它既是人们打水灌溉和饮用的重要生活设施 也是文化交流和信息沟通的重要场所 不仅如此 古时候打景有很多有意思的方法 比如说 北方干旱地区 大家会找来黄豆或者是草木灰 用这个盆倒扣在可能有水的地方 第二天发现那里的草木灰潮湿了 或者是黄豆要发芽了 就说明这地下有可能有水 而在水源相对比较充足的南方地区 比如 今夕地处武夷山脉与博阳湖平原 过渡地带 江西省第二大河 俯河的冲击平原上 那武夷山的水源源不断地流起来 汇入这个地区 加之东南季风带来的降水 让这里的地下水丰沛 只要找到这个区域的泉沿打水 一定能够事半功倍 获得充足的淡水资源 无论在什么地方 水井都代表着古人 对自然环境的洞悉程度 背后蕴藏的生存智慧和文化观念 值得当代人不断地探讨和学习 好 感谢您收看 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